有相關喔 這個大家一直在疑慮的 加拿大牛肉確定 全牛鱗都要進口到台灣 可是我們鄰近國家 包含了韓國 包含了菲律賓 包含中國大陸都不吃 為什麼我們卻要吃呢 好 今天晚上我來跟大家講 肉的問題 加拿大的牛肉 要進到台灣了 可以進到台灣了 那觀眾朋友 我用深入潛出 而且是全面詳細的方式 來跟大家說明 牛肉跟豬肉的問題 簡單講 昨天6月15號 行政院已經通過了 確認加拿大開放 全年齡的牛肉進口 但它有6個部位不行 頭骨 腦 眼睛 脊髓 腳肉跟內臟 所以它先幫你把關 但它開放 那大家講說 韋漢 加拿大牛肉怎麼了嗎 加拿大牛肉不怎麼了 但是加拿大牛肉 現在世界各國還會擔心 明君為什麼擔心 因為狂牛症 觀眾朋友 如果說狂牛症 韋漢 你說的不是 十幾年以前 十幾年以前的事情嗎 沒有 離我們現在其實並不遙遠 2015年的時候 加拿大在12月的時候 發現了有這個牛肉 有被狂牛症給污染 所以2015年 離現在大概八年前一次 而且不只八年前 兩年前 2021年的12月的時候 再度傳出 有牛脂感染了 也是狂牛症 那觀眾朋友 通常如果出現狂牛症 我們每一個國家 對於有狂牛症傳出的 這個肉品國 我跟大家一個簡單說句 十年不會進口 十年不能進口 擔心它的狂牛症的東西 跑過來 那我就問了 我剛剛已經講了 離我們現在最近的2021 也才兩年前 所以現在世界各國 大部分國家它是沒有 也有人進口 我們要把話講清楚 可是大部分是沒有的時候 我們要開放加拿大 那你就要給個理由 行政院沒有告訴你這個理由 偉漢才告訴你 有人說不要再擋了 反正標示清楚 你賣家就好嘛 明確有沒有很熟悉 手機感 萊豬標示清楚 賣家的合法對不對 那你告訴我有什麼好處 如果說我們現在 對於加拿大牛肉 我現在不是污蔑它 一定有問題 但是各國 趨於保守 可是台灣大膽開放對不對 那台灣大膽開放 你就要問我說 那我們跟加拿大好朋友 加拿大牛肉好的 牛肉為什麼不吃 觀眾朋友 因為加拿大是CPTPP的會員國 第二個我告訴大家 台灣希望加入CPTPP 第三個我再跟大家補充 我就說深入潛出 CPTPP的遊戲規則 我覺得是這樣 它裡面現在所有的十個 這個成員國 要全部 全數同意 不能有一個人反對 我們才有可能加入 成為第十一個 那中國大陸跟英國 現在都想要加入 那你今天用這個牛肉 加拿大牛肉 換到加拿大支持 我覺得也可以 那問題只要有一個國家 或兩個國家 中國大陸說台灣不行 你也就歐幼稀 那我們就是白進口了嗎 對 所以明確我現在講說 如果你是為了CPTPP 如果是的話 那這個投資 可能投資報酬率不高 其實加拿大投了贊成票 日本投了贊成票 只要有國家 它反對 譬如說像越南或怎麼樣 那我們可能就沒有了 好 那重點回過頭來 今天因為我已經坦白告訴你 加拿大出現了兩起狂流者 2015跟2021 那在這樣基礎之下的時候 大家講說 那我們進這個加拿大牛肉 做什麼呢 就是其一 其二是 目前我們在講 加拿大的牛肉進來的同時 我們要知道 在整個市面上所看到的牛肉或豬肉進口以後 肉跑去哪裡以及標示的問題 我們要回頭檢視 明確你記不記得 四大公投當中有個反萊豬公投 對啊 那我們說反萊豬公投 後來頭泡沒過 所以萊豬可以進對不對 那進到現在 觀眾朋友我就問你 你有吃到萊豬嗎 誒 說實在話 你說我應該講說我不買就好 但說真的我去全年 我還真的沒看過美國豬肉 所以我才剛才問大家問題 你有吃到萊豬嗎 對啊 我相信現在在看我們 武器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根本答不出來 我怎麼知道 我就去 如果我今天去大賣場買 我去全年社 我看到後面的標示 美國肉通通通不買 所以很多人買巴拉圭的牛肉 我們友邦 所以我避開 那不是沒問題嗎 避開沒問題 但政府還是要進口 那我問你 如果是牛肉貢丸呢 如果是其他的牛肉水餃呢 你怎麼知道 你在吃水餃的時候 那個水餃旁邊有貼來源嗎 沒有嘛 你就要看店家講 所以這個時候 你包含牛肉跟豬肉 進口的肉在台灣 你常常追不到 你再回頭再看加拿大 大家就會擔心 為什麼 因為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 第一個食藥署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進口美國的豬肉 只有占台灣的0.4 根本不多 所以第一個你不要擔心 第二個 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的萊豬 連一公克都沒有 所以其實你不吃美國豬 美國牛 你吃了你也不會吃到 因為韓萊劑通通沒有進來 那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目前 我先跟大家講豬肉 豬肉的七茶 110年 111跟122 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見數為什麼差了15倍 對啊 只有第一年 查比較多 COVID-19 COVID-19到了時候 你不可能叫這些七茶員到處跑去 而且大家戴了口罩以後 所以那種社群的活動變少 到路上去買 大家都現在都可能都不去 去這個超商去買東西 直接打電話叫 直接送到家裡來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雞茶數 110年 可以說是2021年的時候15萬 15萬.9 等快16萬件 可是2023年到現在是1.7萬件 如果以一整年來算的話 也差了4倍 有沒有 4.7萬件 所以雞茶變少 那第二個呢 是現在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雖然有進美國的肉品 可是美豬 你現在進口的這些豬 它到底跑去哪裡 我就講了 因為大家擔心萊豬 反而感覺了美豬 因為我不想要吃到 萊劑的豬肉 反而過去這兩年 大家連美國豬肉都不敢吃了 我其實倒想講 你這個開放萊豬之後 美國肉品上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它說不定心裡要罵 本來我賣給台灣是這樣的量 可是萊豬開放以後 連美豬不含萊劑的美豬 台灣人也不敢吃了 所以第一個 在市面上你找不到 第二個我們其實還是有進口 但是還有進口 卻找不到 明君我就問你 那這些肉跑去哪裡了 不知道 你市面上去看 現在到處檢查有沒有 現在所有的你去檢查的 根本都沒有看到任何的萊豬 對 消息會就說 他去通路上都找不到美豬 你要看到 來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可是我們卻明明就進口了 1500多噸 對 我們進口了1500噸的美豬 不是萊劑的 因為不含萊劑 但這1500噸的美豬 卻在我們市面上 所有的這個 289件的 含豬肉成分的相關產品 全部沒有美豬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到底是在哪裡 大家就怕 大家都會聽聽 我很怕會到學校去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已經 還是有進這個豬肉 但我要跟大家強調 這只是美豬 它並沒有含萊劑 為什麼 來 我們先相信政府 然後後續我們再來爬出質疑 這個叫做豬肉儀表板 從我們開放萊豬進口以後 我其實時不時 每個禮拜 我就會去你面前看看 你真的回去看 對 我回去看 因為總之我關心這個話題 它後面到現在為止 明君你看 到現在為止 它依舊是完全掛零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進口的美國豬肉裡面 有來記的是零 然後跟大家講 不只是美國 是14個我們的進口 都沒有進口到 包含西班牙的一比一豬 包含加拿大的 對 14個國家 丹麥 加拿大 奧地利 我們從全世界所有國家 當我們已經開放 可以看一定盡量來記的 這個豬肉進口到台灣 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食藥署告訴大家 連一公克都沒有進來 看起來很安全 看起來很安全 但問題就剛剛你講的問題 那這些肉 不含來記好了 但它跑去哪裡 為什麼都要躲起來 現在大家看到標誌上面 只要寫美豬兩個字的 都沒有人要吃 如果你那麼安全的話 為什麼身上找不到 是不是你有什麼樣的理由 不敢讓大家買到 那我就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 我們請農委會 也請相關單位去瞭解 因為有人在軍中 因為軍中就是 我剛剛所講的 好可憐 你市民都找不到 如果去阿兵哥吃得知道 補兜都中中 是不是阿兵哥在吃 現在跟大家講 阿兵哥他的整個煮飯 是很多人對不對 所以軍中有火防兵 火防兵會拿到 一包一包的肉 一小一小 就是像導播這樣看 但打開的肉 不是像裡面那麼漂亮 這可能是一般 我們去外面吃的 打開看 不是像剛剛那種 而是像這樣 一包的 這個什麼 里基豬排 那這個里基豬排 軍中的火防兵 他看到一整箱 那個紙箱拿來的時候 上面寫台灣豬肉 箱子台灣豬肉 你打開的時候 台灣豬肉好棒棒 我要來煮台灣豬肉 給我的弟兄吃 你把它切開以後 打開看這裡以後 來 明俊你要注意看有沒有 產地是哪裡 美國 所以其實 這是西產地啊 所以這就是問題的 請相關單位 農會主委 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發現說 軍中都已經用 這樣子西產地 外包裝 外箱 這個紙個瓦楞紙的紙箱 上面寫的是台灣 打開看裡面卻是美國 但我要回過頭來 我現在不是跟大家講 我出來 為何你這麼說 我家人 我怕你做兵 你也煩惱 不用煩惱 回過看這一張 它那個只是美豬 並不是萊豬 但是這件事情 我回過頭來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話題 當你把加拿大 在過去2021跟2015 都有出現狂牛症的 這個潛力 而且那麼近 你又要用外交的手段 去開放 你回來想說 我會標示 可是標示以後 它藏在民間 你根本發現不了的時候 那就會有問題 這是肉的問題 再來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整個價格的問題 你要知道 現在端午節快到了 我們都會非常注意 端午節到的時候 豬肉 因為爸爸長就是用滴肉 一定要用豬肉 一定會變貴 對 現在豬肉真的還貴 民進去來行 現在美台金 已經豬肉大概200塊了 很貴的 豬肉價格 那毛豬拍賣價 卻跌破90 而且每日一跌 為什麼價格昏 觀眾朋友 現在豬肉 它的價格定在好 但是豬肉競爭的 就是我講的進口豬肉 對不對 台灣豬肉 但進口豬肉 農委會還在補助 我們現在推估 農委要補助5萬噸的美豬 你要5萬噸進口的豬肉 你還要補助錢給它 那它的競爭力就更強 到時候它就會流到很多 不需標示的地方 因為它便宜 我再講一次 包子裡面的肉 水餃 香腸 這些豬肉 你不會看到標示的 因為它已經加工過了 那如果這些肉都去走向美豬的話 那台灣豬肉 它的價格就會受影響 而且會變成混亂 那回過頭來看 不管是我剛剛講的 美國的豬肉 不含萊基的或是加拿大的牛肉 其實肉品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可是你今天 一個農會主委陳其中 你就是陳其中 10年前 2013年 你是陳其中老師 現在2023年 你是陳其中主委 而且馬上變部長了 你的說法不應該是不一樣的 可是明君你要看 2013年 剛才10年前有沒有 中興大學的陳其中教授講什麼 他說不管怎麼樣 這美國的豬肉絕對不行 因為豬肉產業 他說是幾百億的產業 打死都要擋 就是要保護台灣的豬農 打死都要擋 但是到了2021年 變成主委的時候講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這樣 其實萊基算什麼 就跟人吃保健食品一樣 也就是初一 十五不一樣 陳其中的這個 有關肉品的政策 當教授跟當主委的時候 完全不同 歡迎回到五星球王 台中五億高中生的墜樓命案 中檢提出了科學證據 初步排除他殺的嫌疑 但是配偶下男的證詞兒 在媒體前曝光後 真的是漏洞百出 法醫高大成昨天又開砲 他說光是墜樓時 他正在洗澡 到一樓找人這時間 短得不像話 不合常理 希望檢方能夠相伴 偏偏這時候 昨天馬來西亞女大聲案 最高法院的判決出爐了 撤銷死刑 發回更審 理由一聽 人神共憤 學友哥 這兩件事情都有一個共通點 法官的判決或檢方的辦案 這個目前導向的方向 讓民眾都聽不下去 連神明都生氣了嗎 最近發生的很多司法案件 讓老百姓就覺得說司法真的是 到底它是不是我們正義的 最後一條防線對不對 你今天沒有辦法幫大家順章正義 那我怎麼可以信賴你對不對 像這個五一高中生這個案子有沒有 現在疑點重重 現在是很多人 尤其你去台中地區 台中地方的很多記者 地方人士有沒有 大家組成一個群組 全民辦案 對 就是為了要幫這個五一高中生 這個賴性高中生有沒有 申冤對不對 你檢查看不會晃的 前方不會晃的 前情不會晃的 我當然也怨神對不對 所以你看 現在又開始出來 前幾天我們講說東越大帝 給那個賴性高中生 一個黑令旗對不對 叫他去討名對不對 主旗 現在更誇張 現在連北英豐都大帝都跑出來 他很厲害嗎 學友哥 豐都大帝 以前我們講說豐都城 就是人死之後 你最後的終結要審判的地方 地府 你要開始走地府路的時候 就是要先去豐都城報道 豐都大帝 人家也稱為 以前也稱為他叫做十殿炎王 第十殿炎王對不對 所以你會知道 他就是陰間的那個名師對不對 地獄的主宰 所以你說你看 現在很多人死了之後 到這邊的話 你在這裡你就要先申冤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先到城隍爺申冤對不對 現在到豐都大帝那邊申冤 到最後連東越大帝 地藏王菩薩 那都可以申冤對不對 難怪人家會覺得說 你看 生命真的聽不懂 這個最主要是怎樣 這裡有一個那個 豐都大帝的陽性跡身有沒有 對 他PO文說 加害者就算認罪 因為連豐都大帝都生氣 可那你現在去說對不起 告白 自白都不符 有什麼認罪不符 認罪反正也不會判死刑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只有靠 黑令旗 自己來守命 討回公道對不對 好啦 那現在就看清楚 高大城法醫現在又開始告 昨天又直播了 對 他昨天就講說 你光從這個時間點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裡面就有很多貓膩 為什麼 賴欣高中是11點02分最樓的 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這個夏姓男子 11點09分就走到一樓 而且不要忘記 11點02分當時夏男說他在洗澡 就代表說等他洗完腦出來的時候 一定是超過11點02分 那他也不知道人在哪裡對不對 你怕洗澡洗完要不要擦乾 要擦乾嗎 要不要換個衣服 要吹個頭髮 要找一下 找一下人 沒有馬上立即 想說他好不好在房間 在哪裡 找個一兩分鐘 你要不要這邊看一下對不對 好啦 那你在下來的時候 走到外面一樓 而且他是不是走樓梯下來的 他之前是說他走樓梯下來 現在又講說他是坐電梯下來 再走樓梯上去 那現在到底事實是怎麼樣 因為他講的話 現在只有檢方的筆錄有清楚對不對 那檢方有沒有辦法 根據這些線索把它搞清楚 這個就是他們要查的一個重點 所以學友哥是說 這個11點02分 賴聲墜樓 那11點09分 下男走到一樓 這中間七分鐘 他要洗完澡出來 吹頭髮 換完衣服 找人還走下樓 七分鐘不可能辦得到 除非你有瞬間移動 小丁當的任意 對不對 他們現在講 其實不是七分鐘 他這個秒數沒有寫出來 可能還六分鐘而已 對 六分多鐘而已 所以說你看 他這個下男是不是 在中間有一些事情沒有交代 好 那現在就講說 高大成也呼籲對不對 他一直認定說 一定就是綠化甲 跟那個麻醉劑對不對 一定說 那這些藥品的話 是誰去幫他拿的 誰去供應他的對不對 他說趕快趕快 你現在出來轉做污點證人 你追得輕 因為你不是直接加害者 主秀追得輕 可以最少不減一半以上 所以叫你趕出來 否則讓這個案子這樣持續下去 也不是辦法 好 那另外又開始 很多很多的那個案件 你看 包括那個什麼 中檢他現在傳出來 那當然不是中檢講的 是媒體從中檢那邊打探到的 他是講說你看 左邊胸腔內出血 他說什麼 裡面肋骨斷掉 他包括胸腹的那個脹氣被刺破 就流出很多血 那可是你看 高大成法醫講 他胸腔左側內出血 300cc 300cc差這麼大杯而已 胸腔右邊的內出血 200cc 還比較小杯 兩瓶養樂多 有的人去說 健康的人去抽血的話 抽一次捐血捐一次 就不止500cc 對不對 好 那就叫腹腔出血300cc 他說這個零零總總加起來 總共才800cc 學位哥 我又不太理解 到底他這個死亡之後 墜樓出血800cc是多還是 正不正常呢 不是800cc 如果你今天出血一個正常人 在生前如果出血的話 一定是不只這個量 總共內出血才800cc 所以之前高大成一直說 你要去驗體內的血塊 這血塊大對血多少 就告訴你的出血量是多少 因為你墜樓 我就一直在強調說 墜樓下來不是第一時間 馬上就死掉 所以你心臟還會一直在 還會慢慢運動 運動的話 那個出血量一定是不會這樣 對不對 你看高大成講說 心臟磅部還在壓的話 至少出血是1500cc以上 所以他就研判說 你看胸腹腔出血時 賴生已經死亡 所以這是被丟下來的 但目前有個好消息是說 媒體報導中簡可能會以 偽造文書起訴下信配偶 所以現在就是想說 你死公務人員刊 燈仔不死 所以用偽造文書起訴 你這個下信配偶 一旦這個罪證權定驗的話 那你就失去了配偶的那個 就有一點是炸婚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婚姻勢同無效 你就沒有辦法計成這些錢 不過現在又爆出了一些東西 你看 熟悉內情的網友 就是他跟這個賴姓阿公 說真的 他可能有認識或怎麼樣 他就爆出來 老賴就是那個賴姓阿公 還有一筆核建案 而且似乎今年6月會完工 你知道嗎 這個金額達什麼 百億 這怕死人 以前說5億12億 現在百億 而且你說核建的話 是五五分帳 百億你最終50億對不對 好啦 那接下來你看 他說下代書 他就雇用這個字 下代書 下代書的建設公司的錢 80%是老賴出的 老賴就請他說拿錢給他 你去開個建設公司 去標一些執照 標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來開發這塊土地 所以他們之間的 這個利益糾葛真的很龐大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件事情 如果這麼多疑點 你都沒有辦法查清楚的話 說清楚 老百姓真的對你的施法 真的會沒有信心 好 剛才是講到前方對不對 你調查有一些為師 可能存在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是法院 對不對 我講說台灣 真的現在是十指廢時 對不對 你看這個馬國高中生 女大生的馬國女大生有沒有 中性女大學生的時候 他來台灣念書 對他2020年的時候10月 就剛好遇到這個嫌犯 叫做梁玉智有沒有 這梁玉智公警夾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犯案了 他在殺死這個中性女大學生 之前的一個月 也曾經在路上有沒有 隨機擄了一個女大學生 想要性侵對不對 因為當時因為有路人經過 他高聲被害人大聲大喊之後 所以他才跑掉 他女生就幸運逃過一劫 對 好 那你說這個梁玉智就是怎樣 遇到這個中性女大學生之後 把他惹了之後對不對 要拉到草童旁邊性侵 性侵完之後把他乳上車 可是他後來發現說 他在車子走走走走走走走沒開了 這竟然半失十九個小時 就把他開著他的車 載著他的屍體就在路上就到處跑 跑到最後竟然在高雄阿聯鄉的 那個大岡山那個地方 就把他氣死對不對 好 你覺得這個手段是不是很兇慘 你無台無錢去當性侵一個女孩子 又把他給害死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一二審判死刑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很符合民眾的期待對不對 可是最高法院 14號就來死刑撤銷發回更審 你看看這更審的理由你真是死 我一直在呼籲說 法官位高權重 每天在那裡 你看看被害者的母親 他是哭得斷腸 對 因為我見他的爸媽從馬來西亞來說 那時候疫情還很嚴重 他說一句話說我是送女兒去台灣毒死 我不是送他去死的對不對 為什麼還不給他一個公道 讓嫌犯還可以逃死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民眾 我常常講說你不判死的話 你把這個責任 把這些傷悲都推給那個家屬 被害者家屬去承擔 你這個法官到底於心何人 可是為什麼突然可以這個重判死刑 撤回上會更審 現在最高法院又開始在玩一些文字遊戲 或一些技術性的 訴訟的技術性 你看 他說二審為調查詳盡 調查詳盡哪一個部分 性侵殺害部分 他說你二審之前有沒有 你做了一些鑑定有沒有 鑑定他性侵部分 那時候鑑定的結果是他再犯率超過五成 所以那個法官認為說 一二審的法官認為說 你再犯率這麼高 你應該以事隔絕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他說你二審沒有查什麼 查他性侵殺害的部分 你只查到他性侵部分 所以這個未盡完全 所以你看有違法律 他就叫教化可能性 就是說你沒有去鑑定他這個 教化可能的部分 他說結合犯殺人對不對 強盜的部分 你沒有間鑑定 你看 所以這個部分還沒有鑑定 是不是完全無教 對啊 你就覺得說 你就判定說他完全無教化可能 這也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他就撥回 我聽不到 死刑這個部分 不是我在跟你講 他一個案件 他把它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對不對 切割部分 每個部分都要看看可不可以叫化 他現在先把性侵未遂 我不是說一個多月前 他先性侵未遂一個女孩子 對不對 接下來他這個什麼 強盜部分有沒有 還有遺棄屍體的 遺棄屍體部分跟性侵未遂的部分 他先判刑確定 那殺人這個部分 因為這不符合最高法院法官認定 所以我不判死 你現在判他死刑 我不接受 駁回 所以這就是怎樣 為嫌犯找一個活路出來的方式 所以他切割案件之後 就是告訴你 唯獨判指這個地方 我絕對不接受 真的很生氣 對啊 你看 這個是2017年發生在中和南四角 一個叫李國輝的有沒有 他是一個緬甸華僑對不對 對 他就是因為跟四樓的一個住戶 起口角 他那個那一棟樓只有28間 三四樓有28間套房 他竟然跑去縱火 而且你知道嗎 縱火不是第一次 這是第三次 第三次縱火了 他六月縱一次火 七月縱一次火 接下來十一月縱火 對啊 那問題是縱火你知道嗎 他燒死了幾個 九個人 後來你看 他已經 那為什麼可以跑死 一省二省更一更二 全部都是什麼 更三全部都判死刑 他現在就發揮 等一下 如今無期徒刑確定 為什麼 你這個法官你聽到 他的理由真的起死 很多網友在講說 台灣到底要殺幾個人 才會判死刑 這個九個人 對不對 而且更誇張的 他每次出庭的時候 還在庭上要打被害人家屬 你知道嗎 而且嗆說他不怕死 對不對 都來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 後來你看他的理由 你今天看到你的起死 他跟你講說 他的目標是要殺死 跟他吵架的 口角那個室友對不對 對 可是那個室友沒死 他燒死了這九個人 他就說什麼 間接故意殺人 就另外九個人的命 不是命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以後 這法官告白人 孩子大小 從回答帶起的AI晶片浪潮 已經在台股席捲 讓大牛股都飛天 但是沒有想到 AI浪潮的造望者微軟 股價也是一飛沖天 這一波微軟又開始攻佔媒體版面了 因為昨天晚上 微軟的股價再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ChatGPT已經在合作測試 車載GPT了 它可以用語音控制 還可以互動對話 跟車主的互動性更高 台股的大漲關鍵字 已經變成AI伺服器 微姐前天你來 我們來講這個大牛股飛天 到今天大牛股還在漲 這大牛股變成這個 飛天大牛的秘密武器 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真正的答案 還是在AI 而且你知道這世界上 目前為止流行一個重要的趨勢 明君有沒有發現到 現在最重要的趨勢是什麼 是很多人全球首富 忙著重回寶座 你看看這段時間 是不是因為馬斯克 因為他的Tesla 股價連續13漲 把他又推回到 這個全球首富的寶座 另外一個人你猜是誰 很有可能就是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又要回來了嗎 AI來了 比爾蓋茲發了 來 我們看一下剛才 明君你提到的股價 你看他的股價近期 你看他今天已經來到了 348.1元 但是小摩 也就是摩根大通 他們已經分析 認為他未來很快 他就會來到350塊 350塊 350塊 觀眾朋友 你可能認為350塊 他是美金 你把它換成台幣的話 相當於一張 這個微軟股票就是 10500塊 台股還沒有 是這個概念好嗎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講AI發了 AI來了 結果比爾蓋茲發了 因為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預估 微軟在去年一整年 他的整個收入 大概是2000多億 這個就是整體的營收 但是他現在最快的一桶金 來自於AI 今年第四季就會來 而且直接帶給你 至少超過100億美元 這就是AI的力量 所以這就為什麼股價不斷的往上推升 而且就像剛剛明君提到的 來 不只是這樣 馬斯克可能也會覺得很不適滋味 是什麼呢 車不是只有你馬斯克 壞的叮噹 我比爾蓋茲未來也要跟你一拼 分一杯羹 目前為止 賓士跟微軟已經開始合作 去測試 把缺的GPT 直接放在車載上面 那有多厲害啊 等於是你直接用口語 而且不是只有美語 這個包括中文 日文 通通都可以命令 現在你在這車上裡面 你是車主 你就可以命令這一台賓士 直接聽命於你 未來也不只賓士 我相信所有的車子 基本上就會在你的車上 加上這個所謂的 但是我相信 讓馬斯克非常生氣的 其實是另外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馬斯克前幾天 你記不記得五月份 興致匆匆趕快跑到中國 對 她先去北京去上海快閃啊 哇 見了好多大咖耶 都是大咖耶 高規格接待耶 對 不好意思 你一下子就變老了 為什麼 來 你可以看到 她當時見了半天 結果呢 她見了三個部長 最後呢 她發現原來你的超級工廠 會到墨西哥 沒在我們中國 結果這樣就不行了 她不僅李強見不到 她直接見了一個副總理 習近平根本沒時間見你 可是習近平現在 今天播出的時間 只見這一個人 而且是一對一 哇 比爾蓋茲要跟習近平見面 就是比爾蓋茲 而且你知道嗎 比爾蓋茲是帶著他的這個 蓋茲基金會 直接去見了習近平 習近平講了幾句重要的話 聽好啊 馬斯克聽好 他第一句講說 這 比爾蓋茲 是我今年第一次見到的美國人 聽懂了嗎 他今年第一次見到外國企業CEO 就是比爾蓋茲耶 第二句話 這個拜登要聽好 他講說 我未來對於中美的關係 我寄望於美國人民 什麼意思 拜登 我不對你寄希望 我寄希望於比爾蓋茲 其實你知道嗎 明君 其實比爾蓋茲真的是跟中國 有一點小姻緣 但是我覺得習近平這句話 有一點放軟姿態的味道 是 是也有這個味道 所以你畢竟這時候 你想要吸引更多的美國人來 可是我總是要挑一個 尖端拔尖的 非常具有這個指標意義 具有競爭性的 馬斯克你看好 以後如果你的工廠 繼續在我這邊 中國蓋了一座 我就見你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只能說 其實比爾蓋茲 真的是在一個風頭勢頭上 可是我們說 難道只有你股價 難道只是因為你見了習近平 所以你股價拼命漲 所以你的位子不斷的升高 其實不完全 它底子很厚的 它真的是底子很厚 目前為止我們都知道 深層式的AI 它目前為止 直接架接在 譬如說現在微軟裡面 包括 BING 這個搜尋引擎 還有Window 大家記得 越來越厲害 但另外一個部分 它對全世界法人都很重要 因為全世界法人都有在用 微軟以前既有一套 它是所謂的資料分析平台 未來你聽清楚了 如果有深層式AI加值的話 它現在出來的是這種 全世界獨一無二 一站式的資料分析平台 大家聽不懂 一站式代表什麼意思 對於所有全球的企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時候 能夠降低你資料分析的成本 另外一個事情 它能夠減少它的複雜性 所以你很多事情 還要找很多廠商幫你做 你找微軟的fabric 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在講說 你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那我們展現你的實力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其實你知道 因為微軟AI它的大復活 現在太多人親眼見證 之前我們講了好幾次 有各式各樣的 能夠撕小標籤各方面 很靈活的運用 現在其實我覺得 那個部分都不是最新的 關鍵別的你來看一下 這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掘 我跟你講大家一邊看 一邊開心也一邊擔心 它完全不需要用你的眼睛 所以它沒有LIDAR去測 它用碰的 它是觸感 各位 大家很多人都覺得 對 你看 你最主要是要眼睛 要鼻視 要幹嘛 這個機器人 它完全只用觸感 你看這上面 非常靈活 我跟你講 五根手指頭 完全可以獨立運作 而且它是瞎子 對 它是瞎子 它可以完全在 關燈工廠裡面 24小時 超過二三十年以上 來運作 而且觀眾朋友 我問你 你的手指頭可以翻過來 360度轉嗎 不行啊 就只能這樣 它目前為止 五根手指頭 完全每一根可以獨立運作 而且它是上面的三十年 它有很多的感觸 它的感觸 可以隨時來發現 它有很多的觸覺 可以隨時去定位 所以我跟你講 未來這個世代 完全你只要靠這些機器手臂 甚至機械手指 就能完成一些事情 太靈活了 我舉個例子 你看這些是機器人 拿夾子來夾餅乾 我跟你講很多觀眾朋友 我想 大家很多人常常把這個餅乾給夾破 夾碎 特別是小朋友 很難夾 對 你看 就在這上面看到的螢幕 這麼碎的餅乾 這麼脆弱的 它是用大夾子 對不對 把它張開來 而且直接夾一個餅乾 完完全就沒有粉屑 而且我跟你講 這還算是低階的 真正的高階是什麼 觀眾朋友你可以回家自己試試 他這是用一個小夾子 去夾一張紙 對 有很多化妝師 你特別有感 或者是做擦手指的 你特別有感 你想要把這個 一張的小小紙片 你用小小的捏子 把它完全捏開來 而且做在該做的事情上面 因為這對於人類來說很簡單 對於機器人來說是空前絕後 但現在做得到了 沒錯 明君你知道現在畫面上看到 他還有眼睛的Sensor 可是據說未來 他連眼睛都不需要 你只要透過手指頭的觸感 你就能夠開始來做這項目 等於是仿生人類手部的肌肉了 對 但是說實來我們都會覺得 在這一波裡面 我們看盡了 這個微軟飛黃騰達 看盡了 揮打變成了上兆市值的一個企業 可是明君 其實我們台灣企業 我們的電子舞歌 我們的AI三雄 現在也是一個超級的照浪者 講到電子舞歌 過去真的是躺了十年 股東們都快忘記 在今年以來 其實這一個月就變成 所有股民們的熱門關鍵支出說 到底還可不可以買廣達 還可不可以買偽創 還可不可以買音業達呢 明君我現在就回答你 絕對是可以 來我們看一下 我跟你講 因為有了AI 你看它的過去十年 這是月線的觀眾朋友 不是日線 你看 這個是不是叫噴泉 對 尤其在這一個月噴的 對 全部你看以前都躺平 最近十年 這是月線 你可以看 這是廣達 包括技嘉 你看 是不是都很像 幾乎跟噴泉一樣 而且即便是合作 比較後面一點的 都跟著上來 為什麼咧 對啊 密密武器什麼 大家搞不清楚他們跟AI 做了什麼樣的產品 跟新的應用 明君我跟你講 如果我不誇張的講 如果我們認為 現在黃仁勳叫做AI之王 我跟你講真正的造王者 在台灣 而且真的就叫做廣達 廣達他六年前 其實在2016年左右 其實他就已經開始 跟霍伊達一起合作 對 因為林百里 不想要去做毛三道士的筆電 他就開始做伺服器 當時林百里董長講過很多次 我要做人工智慧 那個人工智慧 現在完全實現 而且就在他的骨架上 噴泉式的爆發之後看到 你知道他當時其實做了幾件 重要的事情 而且說實在 他跟輝達合作超過二十年 那有一件事情 代表說他的看法 他講得比較輕描淡寫說 代表我們是對的 我跟你講 這就是造王者一個骨子 我們從一張照片 觀眾朋友你要看 這就知道廣達為什麼 憑什麼他的骨架 大家可以這樣噴這張照片 來 你看這是黃仁勳對不對 觀眾朋友 這上面他用的2016年 是黃仁勳個人 他去OpenAI 直接去捐贈了這一台超級電腦 它叫做DGX1 這一台就是廣達造的 2016年黃仁勳做的超級電腦 是廣達幫他做的 這兩個人就已經互動很密切 當年啦 對 明星 不只這樣 你看這個人是誰 這是馬斯克啊 一定有站在旁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AI當時的大股東 OpenAI大股東就是他啦 他其實本身就是裡面的這個董事 他真的是先驅耶 對 可是當時 他的眼光夠好嗎 如果當時他眼光夠好 他早就出來競爭AI了 他現在何必等到現在才來做 所以我只能說 你看他當時你看他的笑臉 他完全沒料到 他最大的競爭者 居然另外一個一個出現 那在這裡面 廣達我只能說 在這裡面 跟他20年的火隊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他這一次的展示 廣達從此 他跟他底下的雲達 就成為灰達未來 主要在伺服器 AI伺服器的生命軍 而且你看廣達 這是真實的一個數據 目前為什麼 我們說他真的是一個 AI的造王者 你看 為什麼可以造就這個NVIDIA 因為你看 他現在 你說你叫他PC5哥 錯了 他現在非PC佔了55% 那還有呢 你不做這個 那你做啥 我告訴你 他做雲端的伺服器 而且佔了9成 在這裡面 我告訴你 他做伺服器 這有什麼了不起 不好意思 AI現在 現在 他就已經佔了一半 雲端伺服器裡面有50% 都是做AI伺服器 對 好乖 所以 你看他以前電子五哥 他這是老牛推車 我跟你講 他骨架能夠這樣翻身 是因為他轉型成功 另外一個人 我們當然講 很忌妒 黃仁星跑去了這個 把他的上召衣 拿給了雲達總經理 其實技嘉也不錯 技嘉你看 別的不說 你看他技嘉 他自己展示出來的伺服器 這個還不簡單 G593 SD SD0 在這裡面 他這個伺服器 你不要看他小小 他裡面這八片 全部都是NVIDIA H100的超級晶片 就是這一支亮相的H100 對 就放在技嘉的伺服器上面 對 而且後來那個誰 這個黃仁峻還在他們伺服器上面 親自簽名 說五告讚 就是技嘉 好 那你可以看他在GIGABYES裡面 說他No.1 他在這裡為什麼 除了用他八個這個 他輝達的H1的晶片之外 他最重要的是 他裡面還有所謂的 一冷式散熱 這些部分全部都是這一波 台股 股價推升大主流 但在這裡面 我們還是不要忽略 我們還有一個電子五個機 黑馬 我們親自黑馬 我們的合作 你看他的股價已經開始 快要出來了 等他一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是把他所謂的 AI機器人給做出來了 那目前為止他可以親自 很多人要捏那個 那個什麼 Degasui 什麼 放鴨杯 很多人不敢去捏這個草莓 他的機器人 可以直接捏了草莓 完全不會睡 而且他還親自表演給你看 左手拿杯子 右手他拿壺 可以直接把這個咖啡 倒進杯子裡面 一滴水不漏 而且這是2019 不是現在的功夫 他當時就做出來 所以我們只能說 目前為止 我們全台灣電子五個 很多人也許覺得 你存股變標股了 觀眾朋友 我一句良心的話 不要急著現在賣 如果你移在車上 你存了那麼多年 你不擦車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現在賣掉他 可能你未來會很意外 原來他的股價是這樣噴的 現在進入畢業季了 但是中國大陸的畢業學子們 尤其是大學生 真的笑不出來 為什麼呢 大陸的消費內需市場好疲軟 經濟數據也不裝了 明明都解封了 可是消費跟投資卻公布出來 數據低於預期 畢業及失業 現在中國大陸的畢業生 他們拍的照片 不是說把帽子往上丟 都像這樣子 趴在地上垂頭上 寄到因為一畢業就沒頭路了 最可怕的是人民沒錢 河北唐山路上有一堆 攔路要錢的土匪 而且是男女老少都有 加分這是落後國家 才會發生的事情吧 明君好像說我們在看 那個古代劇有沒有 好像說要壓一個東西 要通過這條道路的時候 會不會要背劍 拿個刀 所以你要過 對 會有人衝出來擋住你的路 所以現在流行一句話是什麼 要致富去攔路 已經有這個slogan出來了 比較容易賺到錢 是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中國大陸經濟真的是有夠糟糕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這個線圖 中國這三條線 一個是消費 一個是工業 一個是投資 全部通通低於預期 消費低於13.7% 現在只有年增12.7% 還有投資的部分 是低於4.4% 工業生產的部分 本來年增了3.5% 但是也比4月下滑了2.1% 所有的數據都在往下掉 你就看得出來 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我們剛剛就有看到畫面上 那個應該要很高興 丟畢業帽的照片 什麼全部躺平在地上 為什麼要這樣子 全部沒希望 所有人都這樣 以前我們是說畢業即失業 沒有 現在對他們來說 是畢業即躺平 他們現在拍出好多苦手照片 有的是把這個畢業證書 搖在嘴巴上 看起來好像一臉沒有血色 有些人直接躺在大麻路上 用這個帽子蓋住自己的臉 看不到未來 還有人直接把畢業證書 丟進垃圾桶 沒用嘛 不好啦 我拿這張畢業證書 我要去哪裡應徵 根本沒有公司要錄用 所以年輕人對未來是毫無希望 現在這個政府告訴你說 怎麼會呢 怎麼會毫無希望 怎麼會失業率不斷地高升呢 我們就來看數字嘛 我們就來看看數字說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啊 好 現在他告訴你說 統計局告訴你 一週工作一個小時以上 你就是有工作 這樣不算失業的時候 我知道一個禮拜工作一個小時 我就代表我是有工作的 所以解釋怎麼樣呢 我失業對不對 好 那我去這個減回收 我就一週減一個小時 他就判定你有工作 可是我的收入很低耶 所以對他們來說 政府怎麼樣來救失業率呢 他們用統計部來救失業率 不是靠政府來伸手 來幫助年輕人 他們用數字 就可以直接解決 失業率的問題了嘛 所以大家說 不要再玩文字遊戲了 真的好好的做點事 再來我們剛剛講到了 很多年輕人 對未來是毫無希望 看不到未來 所以直接把畢證書給丟了 然後去網路上 買幾件衣服 過過干癮 這個是我們知道嘛 中國有一個老總 走在路上被人家拍到說 簽了一個小衫 很漂亮的小衫 身上這一件裙子 對 這個粉紅色的花花裙 現在在網路上賣到一個翻調 好多人都想要找這個老總的 這個大陸女生的 這個身上的同款衣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很有錢 然後跟這個老總走在一起 然後看起來很光鮮亮麗 因為要買衣服來過過干癮 因為這個小衫很富有 對 白富美的這個形象 那自己沒有辦法 掙不到錢 就買一個小衫衣 穿在身上過過干癮 享受一下那種 當一下30秒的白富美的感受 那麼我們說到了 以往這個怎麼樣賺錢 最賺錢的行業 我們大家都講 有可能醫生 律師 但是其中醫生 因為很多人都會碰到 生病的狀況 沒有人不會破壞 所以醫院本來是一個最賺錢的 對 很穩定的職業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連醫院都爆發出了欠薪糾紛 醫生也被減薪 護理師也被減薪 這怎麼一回事呢 其中有一個大陸的院長 他說了苦日子還在後面 現在這是剛剛開始 為什麼呢 好 一個北京護士 他就在網路上面爆料 他就說一個星期前開會 降了40%的獎金 降了將近要4000塊錢的人民幣 降了1萬多塊的台幣 再來他們說補貼非常少 然後有的說直接不發了 但是你知道嗎 醫院要苛刻你錢的時候 他要有一些明目 他告訴你說 要讓我就心服口服 沒錯 他真的讓你心服口服 他告訴你說 有病患投訴你 扣錢 交接不清楚 扣錢 對 然後讓你無話可說 扣到最後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 那我不就是做錢越少嗎 我去上班我一被投訴 我的薪水就被扣 所以是越忙賺得越少 很多的包括護理師 在這個大陸的這個國家裡頭 護理師 醫生都說 那我不錯了 我不錯可以了吧 我去找別的行業 是啊 所以這會研發後續 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個院長為什麼會說 苦日子真的還在後面 再來很多的年輕人 很多人看那個劇 追個劇 劃個臉書的時候 劃個這個 他們的微博的時候 會吃個鴨脖 配個零食 還不錯 這個時候就有包括了這個 絕味的鴨脖 還有其他的牌子 周黑 黃上皇 這個號稱是魯威三巨頭 那是賣得還不錯 對 所以很多人 紛紛進了裡面來加盟 展店 因為看起來 還賣得不錯嘛 就是大家日子雖以苦 可是吃個小零食這種錢 還是花得起的 沒錯 所以紛紛加入 來賣這個鴨脖 但怎麼會一看 這個股價非常不對勁 三家這些知名的鴨脖股價 全部走低 而且33 43 19 這都是跌幅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都進來分析說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麼好吃的鴨脖 結果他們說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有可能 展店太快了 再來一個原因是 年輕人口袋沒有錢 現在連買個小零嘴的錢 都沒了 拿不出來 所以就是到說 這些滷味的 這些有名的店家 怎麼會這個股價 紛紛的來做跌幅 我們剛剛提到了 消費不振 年輕人消費都縮手了 你畢業找不到工作 你的失業率不斷的上升 口袋拿不出東西來 所以連帶的影響 到了經濟的現況 那總是要吃飯吧 吃飯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看到 有個量販店在大陸 開始上市之後 新店開門 好多人都去排隊 排著排著 怎麼爆發口角了呢 這個畫面上 很多年輕人 一個手拿著飲料 另外一隻手 拿著這個裡頭的早餐 原來是上海的 這個免費分發早餐 大家要充進去 充進去 對 用錢的充進去 結果有些人拿不到早餐 有些人沒有排隊 結果爆發了這個肢體上 或者是口角上的衝突 免費早餐 吵架大打出手 這很重要耶 這可能就是他們當天 很重要的一餐 可能就吃這一餐 新鮮感對不對 好 我們講到了早餐 另外在學生的食堂裡面 也爆發出了這些糾紛 大家去看這個飯裡頭 怎麼會發現有蟲呢 在裡頭撈啊撈 發現裡頭竟然有蟲在那邊鑽 這個時候就發現 這根本就是衛生食安問題 所以網友就嘲諷這間食堂就說 這不是啦 這裡頭是高蛋白 可以補充蛋白質的 有什麼 這其實就是一個反縫 包括了這個搶早餐 包括了這個食安裡頭有蟲 是不是看起來好像這個控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鬆 剛剛明天特別提到了 大陸經濟出現了問題 所以剛剛有推到什麼 要致富去攔路 好 這個富人你看 她手上拿了一支手機 沒錢怎麼還拿手機呢 所以她要你錢 她跟你不講理的啦 拿出一支手機跟你講說 你要通過我們這條道路的話 可以三三兩兩把你擋下來 這是一個駕駛從車上台 就是下面有很多人攔路 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她覺得她自己被擋住 不能夠過去了嘛 她就拿出手機出來搜證 看到了這個鄉間田野的老奶奶 拿著一個手機告訴你說 你要過要給錢 她說我身上沒有零錢 沒關係 你掃碼 還可以掃碼 微信錢包 給你掃碼用的 掃一下就進來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太誇張了 怎麼會過個路 阿嬤怎麼也要出來掏錢 什麼年代了 還要收過路費 另外這個是一個風景區 這個你說鄉間僻壤 也就不討論 觀光客很多的風景區 卡納斯風景區更誇張 這個網友說她去這邊玩 她是一個網路上的一個博主 她在門口已經先買了一個 人民幣160元的門票 結果進到裡頭去又說 你還要再買一張70元的車票 車票 結果開到一半她跟你說 沒有喔 你如果要把其他三個景區 都逛完的話 再花250元 所以這整個風景區看下來 要花500塊人民幣 很貴耶 所以她根本是給你一支 等於說一張門票分三段收取 TOTO你要花了將近這個 兩千多塊錢去看這個風景區 她覺得她被詐騙了 買個票竟然還有票中票 好 這個時候大家覺得說 中國大陸經濟怎麼會這樣子 出現了這些搶錢的亂象 我們來看看這個經濟狀況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糟糕了 這個週中國大陸已經降了 三次非常關鍵的利率 現在其他國家在升息 就大陸在降息 好 短期貸款利率 常備借貸利率 還有中期的借貸利率 看起來經濟狀況真的是不OK 所以很多人都在擔心說 銀行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很多的民眾 就衝到銀行去 因為他們的存款被凍結了 領不出來 很奇怪 你降息是希望大家把錢 不要放在銀行拿出去花 可是我去拿錢還拿不出來 而且這些人到銀行門口去 你看還跟當地的公安爆發衝突 他說你們要散掉 你們不能在這邊聚集 結果雙方就爆發衝突 就是在安徽銀行爆發了這個 我要拿我的錢 你竟然拿不出來 你不給我 你竟然還要叫公安來把我趕走 所以更讓大家懷疑說 這裡頭銀行的經濟狀況 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大問題 再來是北京現在考慮 他們要發行一個東西 叫做特別國債 要花一兆元的特別國債 讓人民都能夠把錢 拿來我的國庫裡頭 那表示政府真的是在缺錢了 再來他也取消了 以前要在當地買套房 是有限購令的 你不能買太多 不然就有囤房等等的問題 現在它開放了 還有人一次買了16套的小套房 要買幾套是幾套都OK 沒關係 隨便你買 因為房地產狀況也非常的糟糕 再來他們寄出什麼樣的奇蹟 來拿錢 買房在廈門 我送你兩隻大豬公 真的豬 真的豬 上面還綁著這個好彩頭 紅紅的 看起來很喜氣的樣子 這兩隻豬看起來蠻無辜的 對 但是這個手法是什麼呢 他告訴你說現在五月份 70個大中城市裡頭的房價 全部都在下降 房價跌沒人要買 所以也好不容易成交一戶 一定要派兩隻大豬公出來 生生炒麵 是 所以降價還不夠 還要再出奇蹟 希望民眾都能把錢拿出來 買房子刺激當地的房地產 好 現在大陸的房地產真的有問題 就連這個 北京希望人民能夠買幾套是幾套 加分剛才說 廈門買個房子 還可以送兩隻大豬公 因為房價真的一直在跌對不對 沒錯 其實不只如此 還有很多的經濟狀況都很糟糕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 跟我們這個吃的有相關喔 這個大家一直齁 在疑慮的加拿大牛肉 確定全牛林都要進口到台灣 可是我們鄰近國家 包含了韓國 包含了菲律賓 包含中國大陸都不